她是一個很好的精神支柱 剛剛她在幫我 系這個絲帶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說 哇 怎麼那麼好了 然後我說沒有了 好像一副就你知道 有點害羞 好像說這就是她的日常 為什麼把她放得很大 我是剛剛才結束療程 並且踏上起飛旅程的朱新宇 然後今天這個是我的針法 我其實也跟大家一樣 在要不要重建的時候 稍稍糾結了一下 但那個糾結點呢 其實是在於 我能不能夠回到我原本的生活 大家也知道 我是靠這個吃飯的外表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少了一邊胸部 看起來是不是感覺不完整 會不會感覺好像很怪啊 或是沒有了自信 我相信絕對會有 我必須要誠實地說 我當時也有這樣子的害怕 那我們既然已經決定要 勇敢去治療了 就不要怕吧 不好的東西丟棄 因為你贏來的才會是好的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看到我外婆的手術 她沒有太多的經費 她也覺得她老了 她沒有必要去做胸部這件事情 可是我每次看到她洗澡的時候 因為她是左胸全切 所以她是很長一條疤在這邊 其實那條疤我覺得一直刻在我心上感覺很難過 所以她當然每次穿脫的時候 她就會偷偷跑到廁所去 然後開始這樣子脫啊 穿很重啊什麼的 為了要讓出去的時候大家不會覺得妳不一樣 可是我要告訴所有姐妹們 即使我們生病了 我們也沒有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還是可以過很美好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重建的意義在這裡 我們找回那個原本很自信很美好的生活 我覺得還是屬於一個完整人生的感覺吧 我覺得不要把生病當作是懲罰 我覺得把生病當作是一個生命的轉類點 然後讓自己知道說 我應該要改變我所有的習慣 想法思考的模式 然後去做讓自己開心的事情 讓我的心情保持在一個穩定開心狀態 而不會一直被很多 不屬於自己的事情給絆住 我覺得這才是愛自己的表現 想要老公有做什麼貼心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生完病之後 我更能夠跟老公討論分配 然後很多事情該怎麼樣去處理解決 那老公當然也幫非常多忙 重點是他是一個很好的精神支柱 剛剛他在幫我系這個絲帶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說 哇 怎麼那麼好了 我好像說沒有了沒有了 好像一副就你知道有點害羞 好像說這就是他的日常 為什麼把他放得很大 那基本上他都會幫助我 處理很多我的事情 我在家裡協助他 他在外面就會協助 我覺得夫妻其實是一體的 所以無論是陪病者或者是你的家人 只要家裡有一個人生病了 我還是希望大家能夠多多關心他 其實可以幫助這些生病的病友們 早日走出那個病痛的情緒 因為病痛的時候很容易覺得自己沒有用 沒有價值感 所以我覺得我老公這點是做得蠻好的 因為他常常讓我笑得很開心 所以就日子啦 就不會那麼辛苦的感覺